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蒂教授 您好 欢迎蒂教授 您好 谢谢 请坐 你看蒂教授昨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胃癌 那往下走就是肠子了 我们今天讨论的肠癌 我们指的是大肠癌 那么大肠癌又是指的结肠和直肠 我们通称为大肠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图示跟大家说一说 您提到的这个肠主要是哪一段 我们看这个图 那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胃 那么这是肝脏 那么胃下来以后呢是小肠 看到这个灰颜色小肠 到这儿呢就是直肠 最后肛门出口 那么我们指的大肠癌呢就是指的结肠加直肠叫大肠 那刚才也提到了 现在是去年做了一个调查 肠癌已经排到了发病率第三的一个癌症 那现在每年中国会新发多少肠癌呢 按照初步的估算 我们国家现在的大肠癌的发病人数 应该在接近三十万人 每年新增三十万 新增病人 对 那会不会有可能我们也得上大肠癌呢 来看一看大肠癌的高危人群都有哪些 看第一个题 那么哪一种人是得肠癌的几率更大呢 胖人瘦人还是其实是一样多的呢 来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吃的多 我觉得这个换这个癌症的几率肯定要大一些了 吃的多 你觉得是胖人 那肯定是胖人嘛 但是我不同意 我觉得是瘦人 为什么呀 你看瘦的人一般呢 他的这个消化吸收功能不大好 他的这个营养都不容易被吸收 那我就觉得可能他的这个消化系统啊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可能会有一些炎症啊 或者说有一些隐患在那儿 那你说胖人为什么胖 之所以胖 他就体内那些油啊太多了 排不掉 他才胖 淤积起来才会成为胖 油都不代表容易得肠癌 他那些油排不掉以后 新陈代谢出现问题都在体内 油多代表是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 但那里面也有有害的成分和淤积的一些杂质 那好 那我们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 答案非常的接近 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对于肠癌 到底哪一种人有可能会得 并不是特别的清楚了 那我们让专家给您明确一下 这一类人是 是胖人 为什么胖人容易得肠癌呢 那么这个呢 也是从研究得来 事实上刚才讲 你胖是让你在饮食过程当中 你大量的肉类 蛋类 奶类 过度地在体内 形成的脂肪过度的这个堆积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在脂肪这个代谢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 那么其实也是在流行病调查当中 也发现超体重的人 肥胖的人 得节脂肠癌的人比例是增高的 现在大家公认的 按照你这个身高 按你这个 按照你这个 整个我们测算下来 他过度肥胖 就是体重过重 或者肥胖这两种呢 都是得节肠癌的一个高危因素 对于肠癌来讲 这些年呢 我们国家呢 增加的是比较快 那么我们有时候呢 开一句玩笑呢 说这大肠癌呢 是西方人的病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 经济发展 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 那么同时呢 这个饮食习惯呢 也改变了 那么像逐步人们认识到 刚才我们 昨天谈到那一位 那么他不吃那些 不健康的饮食 但是他开始吃大鱼大肉了 又是另外一种不健康出现了 这个高糖 高蛋白 高脂肪 那么因此这个大肠癌 这些年我们增长的 也是比较快的 也就是说跟吃的好 是有关系的 你看集中在这个蓝色区域当中 我们看到他们这些省份 应该说经济是比较发达 人民可能生活比较好 吃的比较好一些 再有一个就是西北地区 可能吃肉会比较多 肉对 他的饮食 也是习惯又不一样 像内蒙地区 这些区域 他就吃肉 不是脂肪会引起大肠癌吗 那么过度肥胖的人 超体重的人 他在 他事实上在过程当中 他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体育锻炼 那么对我们大肠癌的 发生在保护因素里的 其中就是体育锻炼 肥胖的人肯定 他不懒得动啊 连弯腰系鞋带的 这种想法他都没有 他都不愿意 那么提鞋都拿什么鞋靶子 站在那把他提起来 其实适当的锻炼 是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 他们就长期的容易 排那个便秘 不容易排便 那这个跟这个肠癌 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那么其实便秘的人呢 在中国发生率也是比较高的 那么近年来呢 随着生活的改善 我们刚才讲 尤其肉类吃的太多 那么我们知道 尤其是那个红肉 吃的太多以后呢 那在整个最后形成粪便以后 在消化道内储存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现在便秘的人 就是乙状银糖过长 或者乳动有问题 那么在这个地方储存过长以后 我们知道已经进到大肠 刚才我们看到 都是人体最后消化到最后的 一些需要排出的物质 有些就是有害的物质 这些垃圾储存的地方 时间长对肠壁 它是会 尤其对肠的黏膜 是会有损伤 它会导致 大肠癌的发生 那么它也被认为是 可能发生的一个因素之一 其实我说到这儿 我还想请教一下 纪院长 就有一些人 他可能跟刚才 咱们说的这个便秘 是截然相反 一天要上三四趟厕所 那这类人 他跟这个肠癌有没有关系呢 你一天 一般正常的排便呢 我们认为在一到两次是可以 如果一天三四次 你得考虑 是不是你尝到有其他的情况 比如说炎性肠病啊 你尝到有吸肉啊 你嗜出太多了 因此呢 像这些引起引发肠癌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 癌前的一些病变 也是需要关注的 关注需要治疗的 那那么多垃圾堆在那儿 可想而知 久而久之内 肠子头部就那么大点地儿 然后你得经常用这个毒素刺激 它能受得了吗 肯定不行啊 那就得想法 给它尽快地排出去 那吃是不是 能够吃好了 吃对了 就能够帮助这些东西 行快地排出去呢 对 我们在饮食过程当中呢 就是说你除了吃肉以外 我们要吃西线蔬菜 尤其是含有 纤维素比较高的 比较多的 这样的饮食 它对于排便 它是能够通畅的 此外呢 更要注意一点呢 有一些便秘 尤其是习惯性便秘 可能是肠老自身本身有问题 因此这个也需要到医院 去合理的治疗 那刚才也提到了 要么呢 就是你少吃一点肉啊 再有一个呢 就是增加这个纤维素的摄入 那什么样的食物当中 是富含这种纤维素 你吃完之后 咱们排得比较痛快呢 看看下一个问题啊 帮着大家来了解一下 下面哪一种食物 是对于肠道健康 最有利的 白菜红薯还是香蕉 好 现场100位观众 请表达意见 飞啊 香蕉啊 大家都知道 通变的最好利器 香蕉 我觉得这三个 看貌似都有道理 你看这个香蕉是通变的吧 对吧 这白菜红薯 都是含有这个纤维素 粗纤维的 所以我真的是很难选 红薯应该不对的 红薯吃多了 香蕉不了 我觉得 红薯不会 红薯里边也含有粗纤维 这个白菜里边呢 它的菜帮子里边的 那个纤维也是很好 对人体很好 一个是菜 一个是主食 一个是水果 看怎么选吧 有点为难了 很难让我做决定 那好 我们看看大家是否了解 清楚这个问题 大家觉得白菜最好了 这个时候好像 这个怎么选香蕉的人 就不是特别的多 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些食物 可以帮助您 尽快地排除肠道内的一些垃圾呢 等一下广告人 专家来告诉您 无限级提示您 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你的体型属于以下哪一种 小心肠癌已经离你不远 这两种呢 都是德杰肠癌的一个高危因素 远离肠癌 关注肠道健康 就在健康之路 癌症预警 鼓语湿气重 养生要健脾 体的一个特性呢 就是洗澡误湿 甜味食物 养皮最好 是真的吗 大嫂啊 甜的 柚子 这口味上都不错 咽唾液也能养脾胃 有道理吗 在空 嚼 上下牙 认在一起 用那个咬肌用力 中医专家提供食用药方 推荐简单动作 让您的脾胃健康起来 敬请收看 好 欢迎大家回来 要说到这个事 的确很让人着急 因为排不出去啊 真的那个劲儿太难受了 那吃点什么 能够尽快的排便啊 让这个毒素少在我们身体里停留 答案是 红薯 那为什么您首推的是红薯呢 因为红薯呢 它是一个 里头含大量的这个可溶性纤维素 那么 你说这可溶性纤维素是什么呢 它 就是说 它是我们看到以后 其实你把地瓜也好 山月也好 所谓的这个山药也好 因为它磨成粉以后 它是让它能够融到水里 你看似就像 我们都吃过这样的汁啊 按道理我们说这个纤维素是 应该像麻 像菜叶这样 它是不融的 像这些它是可以融的 所以它这种它会刺激 它纤维素只要进到肠道里以后 它会刺激肠道 让肠道有蠕动 同时呢 这种纤维素这样的东西 它都是多糖类的 它同时在肠道可以形成一个 很好的 一个细菌的一个微环境 其实大肠里头 它有很多的细菌 这些细菌是对人体是有利的 就尤其对消化 对某些生理功能是有益的 但是这些细菌不能跑到血里来 跑到血里来就很有害的 因此在肠道里的这个菌群的 它的稳定 它对于这个肠道的这个健康和排便 是有益的 那么菜叶子 这里它 它这个纤维素 它可以刺激消化到 进行蠕动 但是它要略于这个可荣性的纤维素 再加上像这样子 它的口感也比较好 地瓜是甜的 我个人就爱吃这个地瓜 它很甜 我也爱吃 那您说那个可荣性的 它看不到那种像蚂一样的 或者像丝一样的东西 它就可以刺激肠蠕动 并不是说我们说的像蚂一样的 可以刺激肠道让你蠕动 它本身就可以刺激肠蠕动 就不用说非得用那种看得见的 再去把那刮下来 对对 它不是刮 它跟重力没关系 它主要是刺激肠道本身的一种蠕动 而且它本身它又是一个多糖类 而且它对于肠道的这个细菌的这个环境的稳定 它也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我平时也特别爱吃 但是我知道像土豆 土豆是不是也是那种特别容易被我们 那些纤维素含量应该是很高的 当然了像这种这一类 它里头也有大量 它土豆也是这一类 它也有可溶性的纤维素 也有大量的淀粉也是这样 但香蕉就差一点 但是我们传统感觉到香蕉是怎么样 但是香蕉常被用来补充能量 但是刚才也提到了 只要是这个食物当中富含一些纤维 多多少少对我们的这个排便 是有着非常大的作用的 那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当中就富含这种纤维呢 我们让何博士介绍给您 好 有请何佳 好的 小心 我们都知道这个膳食纤维 它对人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 那么这些纤维应该怎么从食物当中获取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 这个纤维素它的来源主要是细胞B的成分 而我们学过这个中学的生物呢 都知道这个植物的细胞啊 它才会有细胞B 而动物的细胞是没有细胞B的 所以呢 我们在选择这个含纤维素多的食物的时候 一定是从这个素食啊 从植物性的食物上来寻找 那么哪些食物含量比较多呢 我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个 那么就是粗粮类 粗粮啊 它的这个概念呢 非常非常的广 那么它包含的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用来替代主食一部分 还有淀粉比较多的 比如说 蕎麦 还包括燕麦等等 另外呢 还有 玉米茶 那么像这样的这些 这一类的粗粮呢 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 因为它的加工呢 比较简单 是一个粗加工的过程 那么 就可以保留很多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的成分 它的膳食纤维的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它们到达肠道之后啊 会吸收大量的水分 增加这个粪便的体积 因此呢 就可以促进这个肠的蠕动 方便人排出这个大便啊 所以呢 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 另外啊 当然还有 比如说香菇啊 蘑菇啊 这些 它的膳食纤维也是非常多的 那么最后一个啊 蔬菜水果当中也是非常多的 那么在水果当中啊 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果胶的成分啊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水果像梨 还有苹果 那么以及 哎 枣 那么这里啊 我们给大家看的呢 其实有点像一个干枣啊 如果是新鲜的大枣 成熟的新鲜的大枣 那么它的膳食纤维的成分会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最后呢 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 要多吃这个膳食纤维啊 就要从这个植物性的材料当中去寻找 那么在植物性的材料当中呢 那么加工越粗放啊 越不精细的 那么它保留的纤维的成分呢 就越多 那么经常进食这样一类的食物 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了 下期 好 谢谢何家博士的介绍啊 刚才提到的这些食物呢 都是富含纤维的 当然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 我而觉得最近这段时间不是特别痛快的话 我就会喝一些酸奶 或者是喝一些富含乳生菌的一些 那种叫乳酸制品 就这种会不会也有起到预防肠癌的作用呢 像这个它都是对于大肠 尤其是对我们讲对结肠 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这个细菌这个菌群的这个稳定 它是很重要 因为它的肠道能稳定维持住一定的形状 加上合理的肠乳动 那么每天它会正常的排便 导致人体的生理功能得以维持 是肠道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细菌是吧 那也有有益的 也有有害的 也有有害 一般来说在我们消化道里的这个细菌呢 它只要不出消化道 只要不进入到我们的其他的 比如说腹腔 进入到我们的血液 这都不会对我们人体有危害的 而且这些细菌呢 对我们都是有益的 那么在过去最传统的时候 在治疗菌群失调症的时候 早期我们没有这种合适的制剂 曾经用洗过的大便 然后再反 再给它送到它肠道里头 那么现在当我们有一些 一些商品化的这样的 这样的对人体有利的这些菌呢 我们可以就直接给它输入的消化道 就是说既然这个小环境当中 又有有益的 又有有害的 咱们就可以通过外界的一些力量 给它多送进去一些有益的细菌 酸奶当中就含有这些东西 那如果也可以多吃一些 是吗 对也可以多吃一些 只要你喜欢 那这是好事 因为很多人喝牛奶 可能乳汤不难受 像你就喝完拉肚子 但喝酸奶好像就没事 但我也不太喜欢 但是对肠道好啊 蜂蜜是不是可以啊 蜂蜜是可以的 但是喝多了也不行 糖尿病的人就喝不了蜂蜜 但是多少能够喝一点那种 就无脂的脱脂的酸奶 酸奶 对 倒挺好的 但是对于这个肠癌来说 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一些 早期的信号能够提示给您 它发生一些病变呢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看下一个问题 以下哪一种信号是肠癌的 常见表现呢 变血 恶心呕吐 还是腹部疼痛呢 来先尝一百位观众 去交代一件 其实据我了解 最多的好像是这个肠癌的 一个信号 好像应该是变血 但凡是变血的话 你应该去检查一下 是不是你的肠子出问题 但是我认为变血 这个不好判断 因为好多痔疮患者 他也会变血 是这样的 鲜血是痔疮 黑的是代表是肠 但是一般的老百姓 可能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 对于这个血的血色啊 包括他的这个血的症状 血的性状啊 有一个很准确的判断 我认为这个不是特别科学的判断 红的跟黑的难道看不出来吗 那我觉得 试一试 你还算是戏心人 你还知道看一下 你就好多人 就根本不会看嘛 谁会看自己 而且它是融入了 那个麻筒里面的 就变色了呀 也不太好判断 那胡麻你觉得呢 我认为腹部疼痛 应该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吧 腹部疼痛有很多种啊 你吃坏东西了 是 腹部疼痛的确是 因为它肠里面 比如说拉力气啊 各种啊 都是这种反应 但是肠癌啊 它是这个部位的一种癌症的病变了 它一定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疼痛感 因为它到癌症了嘛 它已经病变了 嗯 我认为C应该是 好 那咱们看看大家的意见 哦 一大半的观众都认为是便血 那看看大家说的对不对呢 答案是 没错 便血的确是 肠癌的一个非常常见的表现 嗯 那为什么便血就意味着有可能是肠癌呢 因为肠癌我们知道 它长一肿瘤 那么它会浸透血管 那么它血液就会到肠道 量大了以后呢 它就随着大便排出来 就会形成大便的便血 哦 就相当于那个肠子都已经破了 对 破了就会流血 对 随着这个粪便就自然排出来了 对 嗯 那么就说明这个肿瘤呢 要么正好长在血管上头 要么这个肿瘤呢 已经就很大 那么最早期呢 应该是便前血 就是说我看不到 通过一个试剂 来检测你大便里头有血 我们正常的大便里头是没有血的 对 那个是早期的 比如说咱要是能在这个肉眼当中 也能看到便血的话 那就算是已经严重一些了 很严重了 我们叫便血了 因为在肉眼能够看到就已经是便血了 但我觉得刚才肯瘤说的也对啊 那个就挺难便血的 对 因为有一些你看 痔疮它也会便血 然后昨天提到了说胃癌也会有黑便 那说这不同的便血在肉眼上 咱们怎么去判断呢 嗯 一般像这情况呢 就说 你 我们建议 这个 我们患者啊 一旦出现这情况 首先也是去看医生 自己先别 去鉴别它到底是得了什么病 但是呢 自己心里有一数 就是咱们就科普科普 一般是痔疮 刚才谈到 它是新鲜的血 为什么 痔疮它离肛门口最近 而且它出这个血呢 和大便基本没什么关系 是大便完了以后 可能在大便的表面最后的时候 有新鲜的红的血 或者它在我们的作变器里会看到 它会有喷射状到 盆壁的周围是新鲜 它特别红的血 这个是能够 这个是能够鉴别开的 那么刚才谈到胃 胃如果出了血的话 它要经过小肠 经过大肠 经过胃酸 因此呢 它叫黑便 经过胃酸作用 它是黑便 所以说 但是对于大肠来讲 大肠的不同位置 它出血的性质也是不一样 有的和大便混起来 有的在大便的表面 我们可以结合一个模型 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在大便形成的过程当中呢 从小肠 要进入这个大肠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时候呢 这些肠内容物是很稀的 大肠的主要的一个功能呢 它吸收功能 主要是吸收水分 和少量的一些营养物质 那么稀的物质 进到这个部位的时候 如果再长一个肿瘤 那么它如果出血的话 是不是 它这个血应该和大便是混的 那么出来以后 你大便的颜色呢 就是总体的颜色 是发暗红的 暗红的 那么随着肠内容物呢 往这边走呢 你比如到了直肠 这个地方水分已经吸收到差不多了 这时候如果在直肠这个位置 你长一个癌 那么这个大便过来 这个时候 因为大便就基本快成绳了 所以这个血是不是在大便的表面 因此在临床的时候 我们就初步能够判断 就是说 血和大便 它是混合的 是大便的表面 我们能够初步判断 你这个肿瘤在什么位置 对 所以你看吧 刚才也提到 我们就挺难去辨别 说这个什么辨邪啊 到底怎么看才能够辨别 是不是真的是得肠癌了 对对对 关键是肠癌 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提示我们 因为这个大肠的功能 它都是吸收水分 那么最吸的肠内容物到这个生结肠回盲部的时候呢 它这个地方它是大量的吸收 吸收功能特别强 那么因此呢 如果你得了癌 它最 就是回盲部和生结肠病人 它所的一个表现 是什么呢 就是中毒症状 就是有些病人 就突然间出现消瘦 突然出现这个 发热 低热 它这个低热 那么因此呢 就是说在临床上呢 我们可以判断 有些人就突然间贫义血 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判断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有了问题了 那么 当这个肿瘤呢 要生长在这个乙状结肠和直肠的时候呢 它的水分基本吸收完了 这样的病人呢 他会出现梗阻症状 因为肠管也细了 那但是事实上在临床上呢 很多情况下呢 就没有症状 那么就出现一个包块 那么 哪个地方有包块啊 就腹部就出现一个包块 你能摸到啊 能摸到 但是呢 那就是说我所讲的这些事情呢 就说 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呢 一定要特别引起注意 那么我们自己的一位老师 也是很有名的一个 一个外科的专家 他自己早就摸到自己 腹部有一包块 那他自己就 也不看 他也不愿意承认 他就找 任何其他的理由啊 这个可能摸到什么 但当他觉得已经不舒服 有一些略微不舒服 轻度的梗阻的时候呢 结果在自己的医院一检查 他不仅是一个结肠 而且肝脏已经都有转移了 就说 这就是在 在现实当中 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相当于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在外边 就隔着肚皮都能够摸得到了 那就不是早期了 这已经不是早期 所以说在临床上 我们会见到 很多这样的病例 自己能摸到 其实呢 他也并没有典型的 刚才我们说有变血 但是不要说我就变血 就是才得结肠癌 不变血就没有结肠癌 那纪元长 是不是这个肠癌越早 发现就越容易治疗呢 对 同样呢 就是早期的大肠癌 治愈率也在90%以上 如果到了最末一期 第四期的大肠癌 那么他的治愈率 那就很差了 就11.9% 那纪元长 我不知道在您的 这个就医的过程当中 发现的是 早期的肠癌患者多一些 还是很遗憾的 发现的时候 都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呢 中晚期的病人多 那么我们国家的 同样大肠癌的 早期的诊断率 也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低的 因此治疗起来 也是比较困难 为什么发现的时候 都是中晚期了呢 因为在整个 我们的习惯 因为不太 有了症状 自己去治疗 变血了 我就给赖成痔疮 或者叫其他的病 自己买些药去吃一吃 那么还有呢 误认为 很多人认为 这个病是检查出来的 你知道吗 怎么是叫检查出来的 这什么意思 我不去检查 就没这病 你检查不就检查出来了吗 很多老百姓不就这么想 但事实上呢 就在我们讲的 如果你是一个高危人群 如果你是50岁以上 那你一定要去医院 保证你发现的 这个肠癌是早期的 而且治疗成本是低的 你痛苦是小的 但是我们在临床上 也并不是这样 那如果我们现在 已经观察到 自己的这个排便啊 发生了一些改变 比如有血啊 或者是形状改变的时候 我们到医院 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 能够明确 我们肠道内的改变呢 看下一个问题 做一下哪一种检查 可以发现早期的肠癌呢 是直诊 还是肠镜 还是肿瘤标记物呢 好 现场一百位观众 请表达一件 我上个月刚刚做完体验 就是其中就有一项 就是直诊 就是有这一项 所以呢 我觉得应该 因为那大家也不知道 我现在是什么样的 一个状况 所以在早期提点的时候 我认为直诊 应该是能发现的 我不同意 我觉得直诊 因为我以前啊 跟一个专家 讨论过这个话题 我以前也以为是直诊 但是呢 后来呢 就有这个专家 曾经跟我说过 他说直诊啊 只能够看到 你直肠的那一部分 再往前 你就看不到了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 避长镜 它受到一个距离的限制 但一般来说 但一般来说 要是单位做提点的话 都会做那个直诊 对 都是通过直诊 发现是有问题的 对 因为我们都抽血了 抽血 对 抽血了 肿瘤标记物 其实是我们在提点里面 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但我觉得刚才孔帮提到 那点特别关键 就是说不同期 是不是要做不同的检查 不同的检查 待会要请教一下 那我们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 一半的观众 都同意要做肠镜 那真的发现 自己的这个排便 习惯改变的时候 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那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来告诉你 无限期提示您 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脂肪肝 酒精肝 乙肝 到底这些 让你离肝癌有多远 可以导致癌基因的激活 从而产生 感谢胞癌 找寻肝癌的蛛丝马迹 敬请关注健康之路 癌症预济 鼓语湿气中 养生要健脾 体的一个特性呢 就是洗澡误湿 甜味食物 养皮最好 是真的吗 大嫂啊 甜的 柚子 这口味上都不错 咽唾液也能养皮胃 有道理吗 在空脚 上下牙 用那个咬剂用力 中医专家提供食用药方 推荐简单动作 让您的脾胃健康起来 敬请收看 对于很多癌症来说呢 专家在反复的强调 越早发现 其实对于治疗 是越有帮助的 那为了早期的发现肠癌 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来是 的确 就是要做肠镜 这个肠镜 我们之前好像提到 是从肛门直接送上去 有一个镜头能够看到里边的变化 对 是吗 对 很微细的变化也能够看得到吗 对 它和那个 胃镜 它原理 它是一样的 那么刚才 孔曼讲了说 它做 直诊 它直诊 早期癌 我自己拿指头 在桌上多大的颗粒你能摸到 一般从早期癌的话 它很早 你做直诊 即便你摸上 你自己感觉不出来 再加上 直透的长度是有限的 你不可能摸到上 所以说呢 对于直诊来讲呢 它的检查呢 就是只适合于对于这些直肠癌 那么现在有资料显示呢 对直肠癌 一个直诊能发现80%的 70%到80%的直肠癌 那么最通常呢 我们是用肠镜来检查整个大肠 那么从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回盲目 从看到的这个 从这些以后 包括回盲目 升节肠 横节肠 降节肠 整个呢 它都有一个详细的一个了解 微细的变化 都能够看到 因此呢 对于早期想发现 节肢肠癌 肠镜呢 现在是被大家所最常用的一种手段 这个能最远看到哪啊 最远就看到这个 它的末端 这个回盲目这个地方都能看到 它从这下来以后 它镜子就像这个示意图一样 它全部都能看到 它还在拐弯的 在拐弯的 所以说在操作过程当中 要有一定的技术 那我们经常 像我们经常体检的话 像刚才提到那个肿瘤标记物 是不是也能检查出来呢 肿瘤标记物呢 它是在 在检查过程当中 就是说肿瘤标记物高 你一定有问题 但是肿瘤标记物不高 不能代表你 没有问题 它不是一个特别特异的 能够诊断肿瘤的 一个物质 尤其是对大肠癌 那你说是不是 如果要是 经常便秘的话 就有必要去做一下肠镜呢 还是说有一些特殊人群 才需要去做肠镜呢 首先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高位人群 第一呢 大家认为你五十岁以上 的人的 节肢肠癌的发病率啊 就迅速就增高 所以说在五十岁以上人 一定要 首先这样的人群 要做肠镜 第二呢 刚才像 君腾讲的 我家里头有人 有肿瘤病史 尤其是有大肠癌的病史 像这样的 这样的人群呢 你要往前 往前头再 再再算 就四十五岁 你就要做肠镜了 你不是说到五十岁 四十五岁你就要做 那么第三呢 就是说 你有一些肠病 你比如说炎性肠病 我们讲的科隆士病啊 等等 科障性结肠炎啊 这个 你要定期的 要做肠病 还有肠的膝肉 这个膝肉包括 遗传性的 家族性的膝肉 那么还包括 所谓的 遗传性的 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 一些病 病变的人群呢 这个都需要 进行肠镜的 检查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前 前个时期 我们治治疗的一个 很著名的 这个 投资人 那么他虽然 手术完了以后 他不是特别早的 但是 他也是在 早 癌的那一类 他因为他已经出现便血 那么在这时候呢 他虽然发现了 但是我们手术完以后 没有淋巴交转移 他是癌 但是不需要化疗 他很聪明 他通知了 他好多朋友 最少有十个以上 全部做了场景 里头有发现 早期癌的 有好几个 我记得有好几个 而且有发现 膝肉全部切掉 所以说 他四处就在呼吁 就说 要做检查 我们也希望 我们这个节目 做完以后 也更多的人 去做一个场景 不要怕 并不是检查出来 甚至自身有的 那我不知道 就是在您这个 就医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发现 比如说祖辈有得的 然后晚辈就真的会得上 这个肠癌 当然了 这个概念 就是说 肿瘤 它跟遗传有关 但是它 并不是说 我的父亲得 我就要得 我的父亲 我家里的直系亲属得 我得的概率要比其他 没有得这个肿瘤的 这个其他的人群要高 所以说 我们把它定为 你就是一个高危人群 然后再来一个 体重过重 肥胖 又抽烟 大鱼大肉 又不锻炼身体 那么他得大肠癌的几率呢 要比正常人的要高 要高得多得多 这位相当于这些 其实都是得肠癌的高危因素 如果你要是炸了两三条了 就非常有必要 去做这个肠镜了 是要一年去做一次吗 还要间隔多长时间去做呢 其实我们也建议 一般的三到五年做一次 那你看刚才 其中有一条说 如果要是 发现有肠膝肉了 也得去做 那个肠膝肉 好像应该算是良性的吧 怎么还有必要去看呢 一般是这样 如果发现有肠膝肉的话 不仅要做肠镜 还要做治疗 要及时地切除 切除肠膝肉 很多的这个 结肠癌 或者是直肠癌 它就是有良性的肠膝肉 尤其是遗传性的 那么 它会 它会变成这个 这个最后变成癌 良性还会变成恶性的 对 所以说它有一个 结肠癌的这个 这个 一个演变的一个模型 到良性 到 不点心 增生 到重度不点心 到早期 到进展期 它都有它的基因的一些变化 这都有证据来证实 所以在早期就把它 切掉 那您看刚才我们也提到 如果要是早期发现 尤其是在一期发现的话 那个治愈率能达到 90%以上 90%对 那个时候 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一般就是用肠镜 看到那个膝肉 以后 把它完整地给它切除 就可以了 很简单 就不用切肠子 也不用切肠子 也不痛苦 费用也低 而且恢复也快 做完了以后歇一会儿 就可以回家了 那要是到了中期 或者是晚期呢 有必要切肠子吗 那在这个时候 就需要切一段肠管 还需要清扫淋巴结 那么一旦要是 有淋巴结的转移的话 还需要后续的一些治疗 更重要的一点 像大肠癌 还有一部分病人 它发生远处的转移 像肝脏的转移 那治疗起来 就又更复杂一些 那您看通过今天的节目呢 我就记住了两点 第一呢 是不能吃得太好了 因为吃得越好呢 有可能引发肠癌的几率 会越大 再有第二点 真的是到了一定的年龄 而且有很多高危因素的话 就要三到五年 去做一次肠镜 发现问题 就可以及早地解决了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